你在Switch這邊 你把字 選完之後 一個字 一個大小 一個顏色 不能改 那你把它點一下 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加它的什麼 特效 特效在哪裡 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左上角這裡 點一下 它裡面有很多 你看又有分成 一 二 三 四種類別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解釋 比如說 我就先找一個 給你看一下 好 這樣我的動畫就做完了 對呀對呀 這樣動畫就做完了 不然怎麼叫罐頭特效 這樣了解吧 其實這個效果 也蠻常在網路上看到的 看到這邊 如果說你覺得速度或者是 特效不對 你想要改 你點到它 特效不對 你點到它 你直接按Delete或上面有一個刪除 這樣是不是就不見了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現在游標是在第幾個 是不是第20個 所以如果你沒有 回到第1格 你就直接來加 待會會有種情形 前面會東西不見 你會有一段不見 所以我現在 假設我要從頭就要做動畫了 我先一樣 跟我們 選圖層一樣啦 編輯的時候要先 指定到那一個圖層 好 那一個 影格 好 我在這邊 加 好 等一下喔 在這裡再增加效果進來 好 再增加你的 那 這裡面的話 其實 像這種什麼比例字母啊 也常見啦 你覺得一個不夠的話 如果你用了 你先停 先停再加 因為沒有的話 他就一直做嘛 一直做 那如果你要在後面再加效果 你可以在後面這裡 點到後面 我就繼續加 這樣了解的 你可以繼續把它加其他的效果 什麼3D旋轉啊 那你就可以再Play一次 這個時候他就有兩個 因為你看上面是有個紅色的 撥完這個 再做什麼 是不是做3D旋轉 這樣了解的 好 那這檔案其實都還蠻小的 還蠻小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這個 其實你點到他直接3D 按Delete 如果你覺得 這個的速度 好像太快或太慢 你只要把游標移到後面來 有沒有發現變這樣子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拉 有沒有 同樣的效果 但是我時間拉長了 我的動作是會變慢 對不對 同樣的效果 好 那 你也可以這樣子直接在這邊上面點兩下 Doc Doc 他會打開他的設定的一個什麼 對要方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持續 多少個影格 你如果說我要持續40格 你就在這邊打40 這樣當然就比較精準 OK 這個是像這樣子 那 剛剛還有同學不小心跑到腳本 腳本 這邊的話是他的 程式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萬一不小心點錯 你就回來這裡就好了 這樣沒問題吧 那我做一個另外一個 中文的給你看 中文的你要留意一下 你看喔 如果你點到他 如果你要改的話也是一樣 你就用這工具選到他 右手邊就會出現 等於說你用什麼工具 工具製造他的時候 你只要點到他 他就會回到他的屬性 好 我用中文 如果說你用的是 新細名題或者是沒有特別選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當你加了特效之後 老實講 你會出現一個比較奇怪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字變大一點 我把字先變大一點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字只要是交叉的地方 都變 白白的 有沒有 然後 這個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是 內建的就是我們系統內建的新細名 標台字型的關係 字型有問題 字型有問題 所以說為什麼剛剛特別講 如果你用的 不是 內建的這兩個 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情形會出現在 如果你用office 有沒有用過一個叫文字藝術師 一樣會遇到這種情形 好 所以說那個是本身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當初在 就是做這個字型的時候 有這樣 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你看如果用別的字型有沒有 會不會 不會 那你如果不確定 我們再play一次 是不是就正常的 這樣了解 所以中文字型要注意一下 中文字型就是 系名跟標凱會有這種情形 好系名跟標凱 好那我畫面就還給你囉 我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這個 我們剛在做 動畫的時候 他不是有分成 這裡有 1234嗎 對不對 那你在 分辨這個效果的時候怎麼分 上面這一種 最簡單的 最基本的 因為什麼放置啊 刪除啊移動啊 很簡單的 再來 要多一點點的就是下面這個 彈出彈出 彈出彈出 其實也很好用 縮放啦 放大縮小啦 之類的 模糊 類似像我們用的什麼高絲模糊那樣子 嘿 那所以這也是比較 在比簡單 再多一點點的 那麼再來的其實應該是下面這個核心效果 早期他的版本就是只有這幾個 什麼波浪啊打字啊這些 在核心效果 那麼 第三個中間這一塊 其實就是從核心效果在做變化出來的 在做變化 比如說 參數上的改變啊 因為他都用程式的 都用程式的 去做出變化來 那這裡面你怎麼分辨 01 顯示到位置 什麼叫顯示到位置 假設我的 字 我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那麼 他就是最後的位置 不管你動畫怎麼做最後就回到這裡來 這叫做顯示到位置 了解 那相反的從位置消失就從你這個位置 不管怎麼做最後就會消失掉 好就最後就消失掉 那連續循環就loop loop 不斷的一直做一直做 我們剛剛前面這兩個都是什麼 做到那邊就停了 就要定位就停了 但是這個連續循環就一直做 那 回到起始 回到起始跟顯示到位置有點像 有點像 所以 這個我就不知道該怎麼 幫你做歸類 因為其實 他會跟 因為回到起始就是 不管怎麼樣 最後會回到起始點 好會回到起始點 等於說你看到這一塊的 他都是比較 複雜的 你可以看到翻成中文之後那個我看不懂 很多效果我看不懂 你就試看看就知道了 安靜的到達 怎麼叫安靜的到達 突然針出 可能就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試一下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哪一個效果長什麼樣子 因為用看的 看文字講的 還不如你直接點下去看那個效果就好了 這個 出書 你是做非許還是 失誤許沒有 目前市面上 只有一本 就只有一本 這個沒有啊 這不在非許課程範圍裡面的 非許會有書 非許會有書 這樣OK嗎 你如果 那個 這個 那個